这块水域靠近杭州萧山的水泊路 江西拿出河道承包协议 是跟杭州宝胜水泊园大酒店公司签的 承包时间从2020年5月1号到2030年6月30号 每年的承包费4万5 河道边有几个垂吊平台 江西拿出说生意一直还不错 记得看到局部河面上漂浮着类似污渍的东西 以及几条死鱼 江西拿出指出污水就是从这段深向河道的管道排出来的 他提供了一段视频 说是7月23号夜里拍摄的 排出来的水泛白 还有一些视频是第二天拍的 他说当时酒店工作人员在清理河道 两个垃圾桶里堆放着死鱼 他希望酒店做出赔偿 采访当天有人正在岸上的路面清理污水管道 酒店物业工程部负责人回应 7月23号夜里污水管堵了 可能是下雨冲进去的淤泥或树叶造成的 污水堵了呀 这个口子上面堵了呀 堵了我们早上在一个大早上通到现在 现在通即不能通了 我问一下这污水井跟外面的河是不是连通的 不通的不通的 污水跟雨水不可能通 整个管子买了吗 买了以后哪个地方还有个小的或者是有个QQ流进去流到雨水串通 我们这查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了 周经理表示污水管堵住后 酒店里的生活污水串到雨水管流入河中 目前污水管已经畅通 雨的话我是一开始我是高温天气啊 高温天气 然后里面的这个排下去的这个 因为这个堵住的这个一点点的这种污水 它是不至于雨死亡的 这个可以去测验 而且这一段河流是敞开似的 那也不妨有什么其他这个里面的雨也好 河道也好 是国际水城的 就不是我们水博园 也不是他个人的 收归了 杜主任拿出了一份关于终止水博园 环城河南段酒店部分管理合同的函 是杭州国际水城有限公司3月出发的 里面提到2020年4月 与酒店签署相应河段的管理合同 用于雨业经营等 根据多方面的要求 拟终止合同 3月25号 酒店向江先生发出合同解除通知 5月14号 继续发出水域清理通知 6月1号发出了彻渔网的通知 合同里有一点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他写的 如于国家政策调整 以及不可抗议发生 双方根据这些 就是提前一个月 就就可以收回了 政府收回 江先生回应 相关通知的确说到了 但关于排屋这块 他要反映给环保部门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杭州宝胜水博园大酒店 后来就生活污水管道堵塞外溢的情况 又发来了一份说明 强调23号下午 因为大风大雨天气导致的突发事件 马上采取了应急措施 酒店方没有故意偷排 生活污水的动机 今后会加强管道巡检 提升应急措施的相关处理能力